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当然是俄罗斯的代表 可是比较特别的是呢 在这个建筑群的周围 经济学院巧妙的看上了所谓三角形的围墙 还有所谓砖油井跟天然气井战的这个图像 那更重要的是它看起来不动如山 上面有一排补充的白色大字 制裁到底有没有起到作用 那这确实是这一期封面故事要带我们去看的第一个重要的议题 大家都知道俄乌战争发生到现在已经超过六个月 除了前线绵延超过一千公里 所谓的居民的一些损失之外 其实另外一个跟经济制裁有关的战争也在冉冉崛起 很多人从表面来看 他们会觉得呢 其实俄罗斯看起来被制裁影响的压力不大 虽然说西方阵营对它采取的是40年代40年代以来 前所未有非常强大的一个经济制裁 你比如说我们看到它封锁了很多俄罗斯的企业 还有私人在海外高达5800亿的一个资产 我们也看到禁运实现的非常的彻底 包括对于西方的一些高端科技的输入 还有对石油跟能源的禁运 确实让俄罗斯它的经济增长其实衰退了6%左右 不过简单来说呢 透过灰色的市场 还有一些所谓不结盟国家的帮助 其实俄罗斯的经济并没有像想象的衰退的这么严重 那当然在这篇文章里面 经济学员也特别提醒我们 它还是有一些好处 你比如说西方阵营因为这样子 尤其以北约为主呢 相对比较团结了 那现在对于国防军力 对乌克兰的支持也在绵绵不断 不过呢 这篇文章主要在提醒我们 我们更重要要注意的是 所谓的单级主义 或者是西方阵营在全世界影响力的投射 确实大不如前 从俄罗斯这一次带给我们的呢 其实有很多的教训在里面 全世界的地缘政治 我个人觉得有可能越来越紊乱 而制裁到底是不是一个最好的方式 短期之内可能还看不出来 不过中长期来说 对俄罗斯也肯定有伤 而对全世界来说 在观察新的地缘政治里面 制裁到底是不是一个最好的方式 我想后面还有很多的变数 值得我们去观察 以上就是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 有关最新一期经济学人的蜂蜜故事 希望大家喜欢 我们下次见